沼气发电 原本预计2017年就要让全台湾100万头猪汁产生绿电 虽然政府也定出了奖励办法充高发电量 然而一年过去了 却只有38万头猪成功达阵 目标达成率只有三分之一 这主要原因 新为业者每发一度电都面临到法令配套 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等等重重的关卡 想要利用沼气产生循环绿能的目标 会不会又是一场空呢 养猪场里小猪们不但是我们食物的来源 他们竟然还组成了电力公司 2016年政府说 要招募100万头猪加入发电生产线 不过一年过去 全台湾却只有38万头猪耳上工 要让他们用猪份发电电 为什么这么招募 我们的管线照拐 早期就有的照拐 然后拿回家来 在这里压缩 像一样 从这些管线 去这三条提供 那就可以发电了 浙江位在屏东县的养猪场 属于大型养猪场 厂主苏鹏在面积8公顷的土地上 不但盖猪舍建饲料厂 更设置庞大的沸水处理系统 和沼气发电设备 为的是能妥善利用猪脂的排泄物 替台湾的缺电问题找几方 所谓沼气发电 就是把猪脂的排泄排泥收集起来 进行固体分辨 液体妙逸分离 再将液体送进燕氧槽 经过20天完全发酵后 产生主成分是甲烷的沼气 再导引至发电机 已经是燃烧产生电能 然后这些设备 其实也蛮昂贵的 发电又可以卖钱 那可以转卖给台电 尽管很多养猪业主满腔热血 想投资找电 既省下大笔电费 赚取绿能 又能减少废水污染 然而他们却不像苏棚 有间大的养猪场 于是遭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就是没有空间 看看传统的小型养猪场 早就被猪设及各项设施占满 很难再塞进找电系统 又要扩充 又可能超出建筑法规 建并率上限80%的规定 除非猪能缩减养猪投数 减少收入 否则语法难以进入找电设备 若要每间小养猪场 指出空间做找电实在很困难 那么能不能另外找地设厂 会及附近几家养猪场的废水 共同发电呢 这里是云营县包中乡朝作村 广阔的土地上 处立着一颗蓝色小巨蛋 它是密闭的艳阳发酵池 里头充满用来发电的沼气 其实是个蛮专业的部分 这个叫猪农来控制这个 在它的养猪专业之外 还要在一个发电专业 其实很累的 那让专业的来 可能对大家都好 陈振宇是能源科技业者 半年前他推动设立 这间全台湾唯一的 养猪共同废水处理中心 经由沟渠 收集附近21户小型租厂排出的 笨料进行早期发电 但当初 营运土地的取得 却是重重关卡 这里的土地是20多年前 由省政府农林厅容许使用 2016年 陈振宇接手重修找电厂 因为土地证明遗失 必须重新申请 幸好前农委会主委曹喜红 地委苏志芬居中协调 并且找到容许证明 八个月之后 才让电厂顺利商转 但若是一般的案件 循正常的申请流程 发电厂半生还得等上好几年 如果是能源业者出来申请 不是畜牧业出来申请的话 他要走 新办事业计划 核准以后 再来办地幕的变革 一块地申请下来 然后可以来盖的话 要三年时间 这个很多业者听到以后 就不想再来投资 我想这种事情 应该随着法令的进步 慢慢要解决 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做早期发电 不要说想做早期发电 但是所有的土地 几乎不能做这样子 尽管农委会已经预告 修正申请农业用地 农业设施的法令 放宽土地容许的项目 但至今仍未正式通过公告 换句话说 一时之间 不容易有更多像这样的 共同废水处理中心 投入早期发电 而除了空间问题要解决之外 养猪场想要做早期发电 仍有许多其他的基础建设 需要投资改善 高床 它这个如果小猪拉大片 它会马上掉下去 它脚在这边踩的话 它的身体也不会用伤 像我们这样的蓄色 有时候像冬天 我们可能就是半个月 或者说一个礼拜 才会跟它冲洗猪拉便一次 我们如果很多天冲洗一次的话 那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 在苏宏的养猪场里 为了让猪分尿产生更多早气 全都改搭建高床 斜坡 勾渠 让猪肢的排泄 排移 即使减少冲水 也能输送到艳阳消化槽发酵 我们为苏鹏 既然一心想发绿电 为什么不干脆挖沟局 买管线或是用水肥车 一举搜集附近小养猪场的废水 岂不多多益善 但它却告诉我们 传统的小型养猪场 因为没有高床斜坡等设计 得经常冲水保持干净 分尿含水量高 早气浓不低 发电效率很低落 你的浓潮度如果不高 它发电效率不好 这当然会影响 可能你的设备都可以更新 比如说你 全部都要用条状 用高床式 较不容易就水 慢慢说真的有条件 也许是可以成功的 苏鹏的养猪场 光是艳养发酵池 废水系统 发电设备 就砸下5500万元以上 倘若各小厂的基础设备老旧 拖累大厂的发电效率 反而影响卖电收入 难怪大厂猪农兴取缺缺 猪农了 猪农穿着消毒过的羽 Надо 进入猪舍 再朝向猪之喷洒抗菌粉 这是他每天除了喂猪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 那个呢 那哦 它咬的话 啥子 从猪农对防疫的重视就不难看出 大型养猪场之所以不敢贸然收集 小厂废水发电 另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废水的病菌 借由运输设备随空气被散布出来 除非做到防疫滴水不漏 否则为了发电 却造成感染绝对得不查湿 然而目前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配套措施 使得许多猪农果足不前 2017年政府针对占全台93.7%比例的小型养猪场 端出补助发展找电计划 有几个邻近的小厂把养猪废水送往大厂早期发电 政府就会对大猪场补助最高5000万元的金额 然而九个月过去 全台四五个申请的找电厂 仍平留在尺上规划阶段 具体成效划零 在台湾 猪农能源业者若想投入早期发电 去先克服繁琐的法令和老旧的饲养条件 也得衡扬汇水输送方式的成本和风险 难怪找电的发展速度快不起来 全台7681个养猪场 550万投租 其中只有43个厂设置找电系统 共38万投租发绿电 学者认为政府过于寄望大型养猪场带领小厂发电的成效 却困难重途 反倒也应该考虑 干脆让小厂获得足够的协助 自行发电更省事 看它产生多少早气量 我们在安排多少串联多少台的小型发电机去做实际上的发电 依照每一个养猪场在不同的区域 它能够怎么样做 他们自己想 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方式 政府从边边去协助它 不管是相位 频率 电压都会相同 随时跟随 这样的机器才能够跟台电并联 从8月到现在发了23万度 这就是一个月大概发6万度附近 透过这台200k瓦的早气发电机 帮云林县潮座村的养住户发电 能源业者陈真宇 每个月有30万元的售电收入 其中3% 9000元回馈社区管理委员会 村里的空气品质也改善了不少 现在已经改善了 效果差不多到890% 改善空污又能卖电赚取收入是早期发电的理想 但仍有不少希望投入卖电的养住户却发现 电还不一定卖得出去 也许台电到它的线路是输送量很小的 可是它的早期发了很多的电 造成它既有的线路是没有办法附和它送出来的电 它可以请当地的电业来协助它做线路的改善 台电的区域溃限或已满载或容量不足 但养住户希望与台电并联收电 有时得等待半年以上 或是降低自己的发电量配合台电 这无疑交袭了猪农的热情 越偏远的地方它的电网本来就越少 那所以为了配合再生能源的推动 台电也有这些电网加强的规划 它要让电网去接近这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地方 尽管早期发电可以贡献绿能 但是当前法令配套和基础设施仍然跟不上脚步 台湾猪要大放电 恐怕政府这位大老板还得加把劲 绿能 绿能